一个小小杂货店 谈一年赔进去十几万 搭上父母半辈子血汗钱 他父母的一辈子都激出了 从来没试过那种感觉 就两兄弟就 赚钱要精明 可大家觉得他太傻 一夜之间傻瓜变疯癫 疯子 各个人家疯子 我人生就会改变了 就同学的改变 一对破裤子 成就地摊王 我就是要他破 唐月穷困潦倒打工仔 如何成就千万财富 你好 欢迎收看制服经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叫做唐月 就在唐月二十岁那一年 他和大哥在一间屋子里抱头痛哭 原来这哥俩刚刚亏了父母半辈子的血汗钱 还欠了十几万元的外债 周围的兄弟都叫唐月傻瓜 说他这辈子甭想发财 可之后短短一年时间 唐月就靠着一个独特的商机 发了财 这回兄弟们不叫他傻瓜了 却叫他疯子 垃圾佬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这群年轻人并不是在胡闹 也不是在作秀 这是他们独特的卖裤子方式 这种方式曾让他们天下无敌 他叫唐月 是这个团队的灵魂人物 所有卖裤子的怪点子 都出自唐月之手 有人说唐月是个销售天才 天才在销售方面真的是天才 不买白人的买他的 有这个能耐 去到哪里吧 哪里是最旺的 也有人说唐月有点 就是有点不靠谱 疯子 傻子来的 有病的意思 疯子 疯子的意思 傻子 那里差不多了吧 啥又多又少 又少了 因为唐声音又大 嘿 快来 天天又在哭 在中国摆地摊是最常见的谋生手段 而对唐月来说 这几平里建坊的地摊 却是他人生的转角 就在摆地摊之前 唐月已经用两元五脚钱 撑过了三天 如今的唐月是一个年入千万的老板 他还是经常来到兄弟们的地摊 和他们一起摆 摆地摊 为他带来第一桶金 也让这个曾经穷困潦倒的打工仔 上演了一段 有笑有泪 有惊有喜的财富传奇 而唐月的创业故事 可以用他的三个绰号来标注 分别是傻瓜 疯子 垃圾老 有人说 远看广州像天堂 近看广州像银行 有一个地方 是这句话的最好诠释 早上七点 广州沙河区的沙河服装批发市场 迎来一天最忙的时段 各个档口的服装陆续到达 这些来自东西南北的人们 他们背的 拉的 扛的 不仅仅是一包包的衣服 也是饱腹的粮食 孩子的学费 或许是下一个百万的积累 一大清早的进货 决定一天的生意 所有人都汗流浃背 争分夺秒 可唐月在人群之中 显得有些扎眼 唐月在沙河市场 有两个档口卖牛仔裤 可他却告诉记者 今天他要做的生意 可不一般 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人知道的 生理来说 只有我们一个人在做 为了见识一下 唐月那份独一无二的生意 记者决定跟着他一起去收货 下午三点 唐月神秘兮兮的来到一个档口 可他收的货 让记者着实吃了一斤 收货了 我就是要他破 这还能穿吗 唐月收的这堆裤子 不是开了线 就是破了肚 有的甚至都能伸出只手 这条裤子 如果他不来收 你们要怎么处理 就没人收了 那你们就扔了还是 对 就当作费一样 当一个月 他可能会跑五趟来我这里 一天可以收一两万条 两万多条也有 你是说你独一无二的生意就是这个 对 唐月告诉记者 千万别小瞧这些破烂裤子 就是靠着这些别人眼中的破烂 他才赚来了第一桶金 成就了自己独一无二的财富 所以在整个沙盒市场 唐月有个响亮的绰号 垃圾老 这些破裤子里藏着什么玄机 这垃圾老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故事呢 三十块三十块二十五块 二零零零年 十七岁的唐月来到广州打工 帮人卖裤子 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三百元 到了二零零四年 唐月向自己开一个杂货店 就打电话向父母借钱 唐月的父母在广西老家 父亲收废品 母亲种地 老两口辛辛苦苦攒下的两万三千元钱 全都拿了出来 同时 唐月也让在南宁工作的大哥 来广州帮忙 那时候我在南宁有一份不错的工作 然后他就叫我下来 本以为兄弟其心 其力断金 可没想到 短短一年半的时间 这个杂货铺就赔进去十几万 而赔钱的原因 和唐月的一个绰号 有直接关系 基本人家的话不会叫我名字 就是叫蒙了 傻瓜的意思 这样傻傻的 傻着来的 别人叫唐月傻瓜 是因为他开店 只要是广西老乡 就能赦账 又求必应的 这个 本正他 他不管什么人家开口 叫求他 他都答应的 他去买点小小的东西 什么几块钱 也是 太好说话了 而且唐月的杂货铺 还销售彩票 就是这彩票 坑苦了哥俩 弄这个彩票 我 人家给我包那个书 自口袋的箱垫出来 最大的货 一次他们就买 应该有一万三 我新垫跳起来 垫下来的话 都有十二三万块钱 唐月帮人垫钱买彩票 买的人多 掏钱的人少 唐月店的数目越来越大 眼看撑不下去 哥俩一商量 必须先把钱要回来 可不仅钱 一分没要回来 哥俩还挨了蹲打 那一天 唐月觉得自己窝囊极了 但是他那个人很肥 很胖 我们两兄弟不够他打 从来没试过那种感觉 就两兄弟就 就在那里哭 唐月心里难受 爸妈攥在手心里的钱赔了 大哥也为自己丢了工作 别人叫自己傻瓜 唐月心里骂自己是个混蛋 他父母的一辈子都基础了 算是这样 现在说起来难受 很难受 过了几天 唐月消失了 除了女朋友 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东莞 从改革开放到今天 一个永远在风口浪尖上的城市 离开广州这个伤心地 唐月来到东莞想重新开始 可是一个月过去 他全身上下 只剩下两元五角钱 他身上最后两块五 最后两块五呢 买个油条跟一个面包 一杯豆浆 两块五 就买给我吃 那个月数呀 一天就经常喝 喝那个开水 冲击 月后喝这个肚子 我现在还 还有那种感觉 那一个月 天是灰的 可就在一个晚上之后 唐月的人生 开始闪闪发光 我最记得那天 在楼顶那时候 那时候清醒 我说我人生 就会改变了 就同学里改变 2007年4月的一天 唐月的两个朋友 来到东莞 三人商量着 准备去摆摊卖牛仔裤 朋友出资 唐月进货 可他进来的货 把朋友弃着 这个股子怎么能卖 只要怎么卖给谁穿 这些 那个裤裤那里也烂 裤脚也烂 后面也烂 全部都烂了 穿不了 这是拿来抹地 擦地板 唐月那天 进了300条破烂的牛仔裤 这样的牛仔裤 谁会买呢 可就算一个晚上 300条破牛仔裤 卖出去200多条 唐月第一次经历了传说中的 数钱 数到手出筋 三个人就疯了 开心的 要不然那时候 火爆很多人 数钱都收钱都收不过来 明明是别人不要的烂裤子 唐月是怎么卖出去的呢 出去 垃圾老发现独特伤心 被破了 我就是要它破 卖裤子 成就 疯子地摊王 2007年4月的一天 唐月寄了300条破裤子 一个晚上卖出去200多条 直到今天 垃圾老的名声依旧在外 唐月到底在这些破裤子中 发现了啥玄机呢 我们收到这个裤子 是最开心的 是这些 这条是最开心的 把它这里抢掉 这里抢掉 然后这里再处理一蒙 你看就没事了 就没什么看得到了 牛仔裤上出现这样的问题 叫跳沙 唐月翻两下就搞定 几乎看不出来 而这样能伸出只手的裤子 它要咋办呢 本来能伸出只手 根本没法穿的裤子 被这么一收拾 完全变了样 但是你拿正价 不是说卖不了 你那个跑量跑不起来 价格卖不高 我特意想到 我为什么我不收这个赤品 回来自己加工购 把这些废品 变成是正品 反正你掉掉的话 对这个环保也非常的不好 我这些 自己又能占钱 其实我们就是独一无二的 卖牛仔裤的人多 自己手里的钱少 唐月灵光一闪 走上了变费为宝的路 进残赤品 既便宜又独一无二 时间长了 有人照猫画虎 也想进赤品加工 可是就是收不来货 原来啊 这收赤品也有讲究 很多人过来拿货 都是早上过来拿货 十一点钟之前过来拿货 人家卖这些赤品的话 都是在下午卖的 很多人都不懂得这个原理 没啥下午买不到 你上午因为我卖正价的话 我都不够货卖 我为什么要卖这些亏本的生意 你是不是 开档大棋嘛 就是一般是在下午 下午这个三四点 这个时间段这样子 我要早上来收你卖的 早上的话一般来说 在我们当地来说 就是说这个兆头不是很好 直到现在 唐月还是经常收一些赤品加工 放在他兄弟们的地摊卖 靠着这些别人瞧不上的破烂 唐月杀出条邪路 2007年 他的牛仔裤地摊只有三个人 不到一年就扩展到了十多个人 他进货的工具 也从小三轮变成了大货车 而唐月又得了另一个绰号 疯子 叫疯子 各个人叫疯子 疯子 以前叫疯子 疯子呢 12月的时候天气那么冷 你穿个短裤 穿个短袖 摆地摊叫疯子 因为他的声音很大 在袋子上面就乱叫乱喊 我的声音现在变成这么哑 就是那时候叫出来的 唐月一直是个不善言谈的人 可直到现在 一旦让他卖起裤子 他就完全变了一个人 整个市场 属他最显眼 厂家直销 厂家直销 随便看随便看 造厂 造厂 有了好的产品 就是要造厂 造这个气氛 你就是喊 靠喊 真的 因为你产品 你对你这些产品 你就有信心 你就靠喊 喊有人为主看 主要是你不管你卖什么东西 主要是有人看 你声音绝对是有的 为了吸引顾客 唐月可谓挖空心思 拿着棍子 上面挂了一个小衣服 很小很小的一个衣服 然后长长的棍子 他在那里喊 拿着棍子就喊 然后上面 那些人在旁边看到的 上面是什么 有点高 看不清楚是什么 然后又围满 很多人来看 他过来看了 然后就看我们的裤子 唐月心里清楚 他卖的有多疯 就离昨天的穷 有多远 在东莞摆了两年地摊 唐月积攒了三十万 两年后 他回到广州沙河市场 高级的服装批发 2007年时的唐月 还要灌一肚子开水冲击 2011年 他已经赚到了人生的 第一个一百万 创业最怕窝里返 你的责任 这个货 你都没有叫到我发 要是怎么受我的责任 傻瓜老板 要咋办 牛仔布 又叫做列薄 一般为电蓝色 又称电蓝劳动布 以耐磨著称 广西浮眠 被称为世界裤子之都 法国解放报的记者 曾在一篇报道中这样写道 在中国的广西 有一个叫做浮眠的小镇 小镇上的每户人家里 都有一架老式缝纫机 全世界最便宜的裤子 从这里蜂拥而出 2011年 唐月回到老家福眠 投资50万元 开办牛仔裤工厂 供应广州的档口 然而 他却选择了一个 最差的时机 牛仔裤最领盛的时期 已经过去了 他开厂的时候 好像是11年左右 那时候是牛仔裤 已经慢慢衰落了 他可以说是顶着这个风头回去开 倒闭的大大小小 也有一百多只家 比原来的产量 要减少一半 从2011年开始 全国纺织业行情整体下滑 福眠这座裤子之都 受到致命冲击 唐月顶着风头回来开厂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唐月的一个举动 就像一颗炸弹 整个工厂瞬间昏天暗地 甚至还让他的母亲 说出了这样的话 你再不停留我后 我自己吃农药 就使得我不理你 你把你小孩带下去广州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2012年5月 唐月在工厂对面 租下一整栋楼 请来十几个人 启动了福眠第一家 牛仔裤电子商务 习惯信心交易的福眠 牛仔裤行业 没人看好唐月 在玉林招电商 别人打电话问你 什么叫电子商务 很少 现在他应该是另一家 搞这个吧 在我们这边 刚开始开发那个电子商务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同意 因为怎么说 前期投机是没有赚的 第一年电子商务赔了二十万 到了第二年 唐月加大对电子商务的投资 还定下规矩 所有订单都要以电子商务优先 这一下其他部门不干 一场无形的战争开始了 其他部门觉得自己这边辛辛苦苦干 对面电子商务 环境好 待遇高 还不盈利 心里很是不平衡 就连唐月的母亲都看不下去了 我那时候想把那个电子商务中修一下 想买多一些电脑回来 他就曾经和我说过一句话 你在中修的话 我就吃农药死了 我就不管你了 他就噼里啪啦的在家里 就哭得很生气很生气 母亲觉得唐月再这么折腾下去 工厂就得慌 可唐月心里清楚 电子商务这条路 他非走不可 前面的年轻人 大部分全部不去一些当口啊 其他街上去买衣服 他从在网上买东西的话 这个网上绝对 百分之百是一个取向 他说今天如果不来发展 明天也要发展 明天要发展 为什么今天就不来发展呢 他是在铺路 也不是在为现在赚钱 就在我们采访时 电子商务部的负责人 梁飞说今天他要干件大事 那就是要罚他的老板唐月 五百元钱 五百块钱 原来唐月和梁飞签下合同 如果电子商务的货 在规定时间没供上 每次就可以罚老板五百元 唐月这样做是铁的心偏向电子商务 他要让全场人都知道 一切以电子商务优先 没得商量 应该说对我是一个动力 不能说是压力 他吸引我们的地方只有一个 就是他的思想 不是他的钱 也不是他的人 就是他的一个思想眼光 他能在这么多老板中 这里好歹有几千三万个老板了 能从这个投大力度 加大力度去投资电商这一块 你就很难得了 就在采访时 记者却发现 这位电子商务先锋 根本不懂电脑 连打字都费劲 唐月说 他有信心改变整个 浮眠牛仔裤行业的格局 就在2014年上半年 他的电子商务首次盈利 现在母亲也开始理解儿子 后来他一年比一年好 我都不理他了 我能长大了 我不敢他了 我说你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 我都不说的 傻瓜也好 疯子也罢了 唐月告诉记者 现在的日子 虽然宽裕得多 但他最开心的时光 还是定格在 曾经的地摊岁月 我打个比方 我自己投背的货 你不告诉我 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投背 你要告诉我才知道 我现在打个比方 我现在这个眼睛 这里有原始 或者这里有东西 你告诉我 我自己才会搞的 如果反而这样子的话 你去讨厌人家的话 人家下次 谁再告诉你 做职业一样道理 人家有缺点 你有什么 不好的话 人家说给你听 人家才是为你好 诸言利尔呗 对 所以来说 有时候我们 一直下来 人家对我们说 不好 或怎么样子的话 我们 我这个人 反而来 去感恩人家 唐月靠摆地摊起家 从破牛仔裤上赚钱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就算是一个一米见方的地摊 只要肯花心思 有朝一日 也会铸就财富梦想 好的朋友们 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同时 欢迎登陆央视网 浏览查询 好的朋友们 广告之后 一起来看致富经 下期节目 为你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曾庆华 曾是宁乡县 一个受益战的工作人员 一场灾难 造成当地大量生猪死亡 他去养殖户家搞防疫时 却从这场灾难中 意外发现了一个商机 他的生猪上市 他激动地发现 自己找到了财富爆发的结界 曾庆华 如何从别人眼中的猛子 成为创业精英 他又如何三年时间 销售额达到两千多万元的呢